有图有真相 日本渔船前南冰洋捕金 被动保组织火呆 尽管日本的捕金计划 已在2014年被国际法院判决为非法 但该国人继续以卑鄙的作为 反抗国际社会 1月15日海洋守护协会 公布了这些令人忧心的照片 显示日本捕金船队的主要船只 日星王号上有一只死亡的小虚鲸 这只日本船队行经南冰洋的澳洲鲸鱼保护区时 一定是发现了这只鲸鱼的身影 并且将它杀害 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很隐蔽 因为海洋守护协会的直升机看到 鲸鱼的尸体就躺在日星王号的解剖甲板上 一发现行动曝光 这艘鲸鱼工厂的船就试图掩盖行机 将蓝色防水布盖在鲸鱼尸体上 船队中的鱼插船也跟进 马上盖住他们的致命武器 希望全世界永远别发现 动保人士该感谢海洋守护协会 孜孜不倦的揭发 日本如何屠杀这些壮观又美丽的生物 却始终宣称这是为了科学研究 这起非法捕金事件曝光的前一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才跟澳洲总理腾博尔在雪梨会晤 自从国际法院认定日本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合法 并下令终止该国在南极补金以后 这只鲸鱼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受害者